挖了这个远古残骸 我还剩最后三瓶幸运药水 周围的这个幸运物不是很多 再来一个远古残骸 我就可以再做一件下界合金装备了 有没有最后一瓶 哇最后一瓶都没出东西兄弟们 刚才我们的运气就到此结束了 只差一个 好期啊好期啊 把东西全部存起来 黏土依然不要 现在我们家里面还有两 也就是凑够了已经 然后把旁边这点幸运方块挖一下 这一次得到了不少黄金 我喝默影香 好东西 不过得有精准采集 默影香才能得到他的这个 这个权力发挥 不然的话根本就用不了 就一次性香的相当于 这要个野外猛男 你敢不敢带给我几瓶幸运药水 我就问你敢不敢 他显然是不敢的 并且给我丢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这啥呀 好像有个小巫子 哦 猛男方块野外版 K了 很没用的一块鸡肉 这小屋里刚才我看见有个箱子 哦 书架 正好我书架不够 哇 绿宝石我带走 还有就这 这啥 嗡嗡嗡嗡嗡 看一下 哦 召唤小蜜蜂的 没什么用啊 这是个召唤小蜜蜂的道具啊 用处不是很大 看一下这边的幸运方块 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啊 野外的这两种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个木棍 这是个骨头啊 那还有一个 再开最后一个 哎呀 再开最后一个 看着我们现在装备已经好 回家修一修 可以给他们开始附魔了 我有四十几 四十几一件一个 还是够的 足够的 武器就先拿这个了 等以后经验值多了 再给别的附魔 抓紧时间挑战boss 这个系列的播放量太低了 得干净 又能玩得开心 又能早点结束 把这个拿出来给他 然后我们现在 找一下我的附魔台 这附魔台书架 我的书架好像在这 OK 哇这些东西怎么 自动归到这儿去了 我们还得在手动 做点书架 一共得是十六 一二三四五六 OK 这就是满级附魔台兄弟们 走 把我们的满级附魔台摆上 多余的破烂放在家里 书就不用带了 投掷器 木影箱 这些东西都是破烂 塞加就行 然后我们把附魔台摆在这儿 这里这里 一二三四 一个满级附魔台即将拥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先给我们的护腿附魔 这是最贵的 对吧 清金石 来拿一点 随便一分解 一堵多 装备拖一下 我怎么没看懂呢 这个 这难道我摆的不对 怎么才六级啊 我去 整个意思啊 这儿呢 这儿也是六级 我不理解了啊 我先把这个书架拆了 我家里好像有斧子 我记得 可以用的 我们摆别的地方去 哇 有毒吧 它浪费我木板的 太难受了 消耗我的木板 十个 再来十个 十四个 完了 木板不够用 再分解一点 这不坑我吗 这不是 这上面总该可以吧 我们找一个绝对平坦的地方 这里这里 这里绝对平坦 你别跟我说 高版本的附魔台 不是这么摆的 我去 别逗我 嗯 是附魔台是假的 还是输架是假的 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难道必须连起来吗 这些输架 高版本有这种讲究吗 没听说过呀 又下雨 本来心情就不好 你还下雨 有毒吧 来 再做两个书架 咱们把这些东西给它连上 这个连上 这儿连上 这儿呢 这儿等你是不是上了 呃 我擦雷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